我们在这边还发现了一款这样子的键盘 大家发现它有一个小小的液晶屏 那么这个液晶屏的作用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按一下这个Num Lock 它变成了一个小的计算器 我们随便打一点东西 发现它可以直接算 还有一点是 它除了可以在这里直接显示我们所操作的结果之外 它还可以通过这个Fn加Enter这个键 直接将我们现在所算出的结果发送到我们正在编辑的这个表格上 大家可以看到它直接把这个551005这个结果就输入了 我们正在编辑的Excel表格 这个机箱里面的内存的灯 是不是感觉非常炫酷 现在就是在芝奇的展台 它们不仅有这样炫酷灯效的内存 我们还发现了两条非常牛逼的内存 来 我们看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条内存 跟刚才看到的内存有点不一样 为什么 没有灯嘛 没有灯是不是显得非常的低端 不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现在的频率 等效这边是DDR4 4800MHz 也就是目前来讲应该是现在最快的内存 是在X299平台上用双通道来跑出来的这么一个成绩 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时序是19 19 19 39 在4800MHz这个速度的频率下 19 19 19 39这个时序绝对可以说是不算高的 在这种超高频的高性能内存上 做一些RGB的灯应该是更加困难的 于是这两条内存并没有使用像之前那样的RGB现彩灯效 好的 我们来到了银广展台 可以看到银广今年是推出了一款非常有趣的概念机箱 这个机箱的外观是一个圆形的球状的一个设计 这个上面的球体是可以自己转动的 它是可以通过你人去控制它的转动的 你看这里有两个摄像头是可以识别你的人脸或者你的手势的 你可以通过做出这样的手势来控制这个球体的转动 并且这个球体本身长得也是非常的漂亮 不过很可惜这个是一台概念机 它不一定就会实现量产 那我们再来看看银广其他的一些新品 好的 我们再来看到这里 这个是银广的Gaming Cube A1 但是它有一点特殊 它跟普通的Gaming Cube A1有点不一样 它上面采用了一个石木的材质 这是通过一整块木头给它削出来的 这个机箱它的进风是从底部进风给显卡提供一个散热 然后上面的话它还自带有一个500瓦的电源 这样一个小机箱我觉得是非常美观 非常适合客厅 那么除了机箱之外呢 银广这一次还为我们准备了非常漂亮的Polaris系列风扇 可以看到它是采用了一个全铝的材质 然后是在一块铝上面切削出来的这样一个风扇的造型 全金属的非常漂亮对不对 和一些厂家玩这种Rings的灯光还是有点不同的 他们把重点放在这种工艺上 那么除了Polaris系列风扇之外呢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Mars系列 这个风扇就非常有意思了 它是可以随意的调节它的这个方向的 即便你机箱里的风扇已经够多了 不想再使用更多的风扇了 你也可以把它拆下来 然后接上USB的开关插在你的笔记本上 前两天NVIDIA是发布了一个Max-Q的标准 智力将GTX1080这样高性能的显卡 塞入超薄笔记本当中 那么今天我们就看到ROG展示出了这样一款 叫做Zephyrus的产品 它是搭载了GTX1080的显卡 但是它的厚度只有17毫米 那么它是怎么做到呢 第一点它采用的并不是一个传统的M1080的显卡 它采用的是M1080 with Max-Q 它是经过降频设计的 它的频率是可以维持在1500到1600左右的 和我们平时桌面级的 可以达到1900的频率的1080相比 它的频率有所降低 这样一来它的TP也会有所降低 它的TP大概是M1070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其次它将键盘下移到了下面这个位置 是不是让你想起了微星的GT83呢 这个Max-Q的设计呢 它就可以为上面散热的部分腾出更大的空间 然后最后呢 这个Zephyrus也是进行了一个非常大胆的设计 看到吗 这是这台笔记本的一个D面 这里是没有任何一个螺丝的 为什么呢 我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把这个笔记本打开来看一下 你可以看到这个D面是不是出现了一个翘起 对不对 这样一来它的进风量就提高了 散热问题就可以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 那么这种非常取巧的设计 才能让这样一台鲜薄的笔记本 实现塞入高性能显卡的这样一个目的 我们又来到了联力的展台 联力今年是推出了一个新的测试平台 叫做T70 那么大家应该对我们节目里出现过的T60有印象吧 带一个提手的那个T60的测试平台 那么T70这个新的测试平台呢 它把开放式裸落设计换成了一个封闭环境的设计 当然这也不是完全封闭的 因为这个亚克力的罩子是采用了一个磁吸的设计 它是很方便的吸附在这个机箱上的 而不是螺丝 这样的话如果你想要更换任何的测试硬件的话 就可以很方便把它摘下来 然后就可以更换了 那么使用这个设计不仅仅是为了防尘 而且也是为了模拟机箱内的一个分道 以及它的一个温度的表现 因为裸露式的机箱虽然说方便更换硬件 但是它是没办法模拟一个分道的 那么连利这一次就在测试平台上想到了这一点 我们再来看看连利其他的一些新品机箱 这台是连利的Q38小机箱 这个机箱虽然很小 虽然是ITX的机箱 但是它非常有意思 因为它可以塞进去一个240的冷排 在上面这个位置可以塞入一个240的冷排 上面这个板也是可以很方便的去掀开来 这个是不需要螺丝的 你看到上面就放了一个水冷240的冷排 那么这个机箱的话 建议使用的是SFX的小电源 但是它也配备了ATX的一个转换位 可以转成ATX的电源 最后再来看一下他们家的一个标准箱子 α330以及α550 那么α330是采用了一个三面玻璃的设计 这个侧面 这个侧面 还有这个正面 全部都是采用了一个玻璃面板的设计 非常的哑观 而α550除了进行了一定的加高之外 它顶上也是玻璃 可以看到它顶上其实也是玻璃 相信对于国内的一些DIY玩家来说 也是越来越追求这种哑观风格了 并不是所有玩家都喜欢那种游戏风格的箱子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又来到了迎新的展台 可以看到这是全新的小乌鸦3 也就是RBZ03 那么这个款式呢 是在原来基础上是加入了一个RGB的一个灯带设 非常漂亮对吧 可以直接通过这个开关来进行一个切换 那么小乌鸦系列会不会一直都延续那种样子的外观呢 会不会一直都给人那个样子思维定视呢 其实是不一定的 这次迎新展示了一台RBZ04 也就是小乌鸦4 下一代小乌鸦的一个原型机 一个概念机 它的外形可以说是跟之前的小乌鸦截然不同的 它采用的是一种Micro STS的一个版型 它是比ITX更加的一个小巧 你看这个已经有点那种机顶盒的那种感觉了 对不对 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 可以直接这样推开 非常的方便 里面是使用了一个Micro STX的一个主板 然后可以搭配MXM的显卡 也就是说传统的一些STX主机的话 它可能使用的是赛阳J系列的一个这种低功耗处理器 不能玩游戏对吧 也没有独显 而Micro STX它是可以搭配MXM显卡的 你可以塞一个M1080进去 只要你的散热允许 那么这样一款产品也是让我非常的期待 然后他们带来了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个450瓦的Fanless SFXL 它是无风扇的一个设计 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风扇的 四面都是六面都是金属 然后这个是垫起来是非常非常沉 因为它是采用了非常多的一个散热片 其实它里面的料件和800瓦是一样的 也是一个白金牌设计的一个电源 不知道大家对之前银星推出过的FT03 mini有没有印象 那时候就采用了一个垂直风道设计 这个垂直风道呢 其实是银星的一个专利 那么这一次他们也是带来了一款LD01的一个机箱 同样是采用了一个垂直风道设计 有一个微微的一个侧透 有一种酷炫的感觉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内部的设计 只要这边是显卡的一个风道从这边出来 然后从底部这样进风 这边是一个CPU的一个电源的一个风道 对吧 确实是一个垂直风道的一个设计 这样是对于小主机的一个散热是非常有帮助的 很感兴趣 这个视频是非常感兴趣的 谢谢 不愿意 当然为什么不 比较凉 就是艺术 优优独播剧足 진neg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